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心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10月7号的 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 是六中全会暗潮汹涌 习近平警告最高层 目的何在 香港亲中媒体大开骂战 中共权斗是否延烧香港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 四位嘉宾分别是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 杨建立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 高文谦先生 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以及普林斯顿 社会学博士 转型问题学者 陈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中共政治的最新动态 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 将于10月24到27号取行 会议重点将是从严治党 中共官媒为整党治党造势 纷纷报道习近平 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以及各级党委一把手 讲政治 守规矩 与此同时 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中共可能要求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在六中全会公布财产 那么六中全会被认为是决定明年十九大 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的前哨战 此时习近平重提 从严治党 目的何在 纵观中共历史 整党就是整人 这次整党会整到谁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好我想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最近纷纷的报道 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遵守规矩 您认为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先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首先要看这个时间点 现在正是中共十九大 人事布局党内各派角力的一个关键时刻 看来习近平遇到不少的阻力 他重提从严治党 要求政治局和各级党委第一把手 要讲政治守规矩 实际目的是为他十九大集权排除阻力 所谓从严治党 实际上就是给中共官场带颈箍咒 拧螺丝钉 只许顺从听话 不许说三道四 如果有违反的话 那么就两个条例伺候 可以说现在吴嘴 已经成为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新常态 那么不仅吴老百姓的嘴 而且还吴中共党内高层的嘴 习近平提出那四个全面 我看只有一个全面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全面吴嘴的时代 这是习近平执政 习近平时代留在历史上的一个标记 好的 听听杨坚力先生的看法 对 我非常同意高文谦先生所讲的 现在所谓的整党整风 提出来讲政治讲规矩 讲政治是什么呢 在习近平眼里讲政治 就是你不要讲政治 不要讲我讲的政治以外的政治 对啊 要和调子一致 而且不能妄议中央 不能妄议中央的时候 你不能猜我要干什么 你不能猜我下一届要干什么 我到底底牌是什么 这个是不能猜的 这叫讲政治 所谓的讲规矩是什么呢 讲规矩就是说 你的忠诚啊 这是最大的忠诚 忠诚不能犯上 不能这个底下搞小动作串联 不能搞小团伙 要这个一切行动听指挥 实际上这个讲规矩啊 它不是一个正规语言 它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语言 这从这里就表就能够看出来 中国共产党 现在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而习近平只所以把这两条提出来 一个呢 他对权力呢 感到这个不放心 那同时另外一个标志 你不得不否认 他现在在强调忠诚的时候 已经说明他现在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 他基本上能够能够基本上掌握个权局 他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一个老大地位 那这样他才开始把忠诚做一个主题给提出来 所以他在这个十九大的布局中 仍然具有最主要的主导权力 好的 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再谈到现在习近平要立的规矩 我们先要回顾一下原来的规矩是什么 以前的集体领导时代呢 过去的这个高层的规矩是各把一摊 各自分肥 然后和光同城 那么现在习近平之所以要 这样新的规矩其实是说 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 就是规矩变了 原来那套不灵了 现在是个人集权时代 个人集权时代呢就是很简单 全党听命一人 那么虽然不必要行礼如仪 这个但是是必须为其马首是瞻的 所以从他反复强调新规矩的角度来看 显然高层的很多人并没有完全适应 或者说他们还在试探 就是说这个新的规矩能不能够有所松动 让他们还有点原来的空间 习近平的这个看样子做出来的姿态很明确 没得商量就是全党服从一人 好的 陈伯宫先生您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六中全会的主题啊 是人事布局 是权力重组 但是为什么却提出就是重提 从严治党 并且要制定相关的条例 修改相关的这个监督的规则 这个原因就是一个掩护 把这个从严治党这个口号当成一个掩护 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到剧烈的权力斗争 对这个习近平的对立面来讲 那是最后一波 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六中全会不管是江派还是团派 如果六中全会上不再一波的话 那就是全面溃败 全面溃逃 那就整个江派和团派就出局了 从政治局 从这个常委会出局 那么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最后的机会 不会善干罢休 利用他们在政治局和政治常委会 还有发言的机会 还有话语权 要做最后一步 但是对习近平这一派来说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战 尽管习近平在地方上 已经相当的巩固了权力 只剩下上海和北京要调整 那么现在进入中央一级的权力重组 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一派 觉得绝不能够松进 绝不能在最后关头 就是出现一个摇晃 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巩固他的大权 实实在在的 就是实现他第一任期巩固大权 第二任期去展现他的 这个政治理念的这么一个基础 所以两方在这里激烈角逐 那么习近平发出的信号就是 直接叫板最高层 就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如果说不听使唤 如果要乱说乱动的话 可能拿条例试问 也就是说有可能 拿一两个政治局委员 或者政治局常委来开刀 以整设党类 好的 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看中共的历史 中共历来这个整风整党 其实都是整人的这个代名词 往往是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权斗的工具 那么请你跟我们介绍 因为您的党史方面的这个经验 给我们介绍一下过去的例子 而且尤其是让我感到好奇 就是外界普遍都认为习近平 刚才杨建立先生也提到 已经是大权在握 那么他的这一波新的这个整党制党 到底谁可能是整治的对象 先听听您的分析 整风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 那么最著名的延安整风 就是整王明 整伯谷 整周恩来 最后确立毛在党内的 这个绝对权威的这么一个地位 那么整风后来就是成为的话 中国政治的这么一个常态了 大大小小的整风不计其数 那么那么那么讲讲比较大的吧 就是这个在整风的名义下 在50年代打了50万右派 那么在文革中呢 又有批尘整风 批临整风 那么文革结束以后呢 这个中共当时曾经宣布 我记得是胡耀邦 曾经宣布中共今后永远也不搞运动 不再整人 但是呢实际上是陋席不改 在邓小平时代呢 就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反自由化运动 虽然没有冠以整风 但是实际上跟整风整人的性质 那是一样的 六四镇压后呢 又有这个 这个就是党员重新登记清查运动 那么具体说呢 习近平这次整风他要整谁 我看就两条 第一条谁挡路 第二条谁不听话 谁在那妄议中央 说三道四乱说乱动 就证谁 好 杨洁理先生 对 胡锦涛时代有一个著名的话 叫不折腾 这是胡锦涛自己讲出来的 那这体现了胡锦涛当时的这个思路和思想 就是说他要和谐 他能够 他没有什么大野心 他只要安全 平安下课就可以了 所以有人说他是击骨传花 他这个 他希望一个不要折腾 但是到了习近平以后 我们发现恰恰就相反 天天在折腾 这个折腾和不折腾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不折腾的人他没有野心 折腾的人他有野心 他那个 胡锦涛给他留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是一个寡头政治的党内权力的碎片化 所以他现在习近平可以现在正在努力的想解决一个碎片化 然后一人这个独尊 树立他的那个绝对权威 所以他要折腾 这个折腾是对他来讲是有用的 因为叫运动 这个运动他现在已经理解了运动的妙用 比如说反腐 反腐不能停永远 现在整风 整风也不能停 整党也不能停 因为什么这都是他手中的武器 他实际上不急于开会 他这个六中全会解决不解决 实际上对习近平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什么呢 独裁者是不爱开会的 大家集中在一起 反而可以商量出这个可以这个合谋 他自己只要手中有这个运动的大棒 反腐整风 他随时可以解决拦路的人 所以这个毛泽东就这么做了 所以习近平在学这一套 所以他十九大的布局在进行 但是还没有定局 对习近平来讲应该是不最着急的一波 好的 程翔弘先生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历史上 有两种整风 两种整风 刚才高文谦和杨建立都谈到了 延安整风是针对党内的 习近平这一次 他想做的整风和延安整风类似 那就是在党内 特别是中央委员 这个高层这个范围内 进行以整风为名 形成政治压力 然后统一思想 统一言行 形成集权 那么刚才高文谦先生提到的 这个57年在反右之前的那次整风呢 是在全社会动员老百姓给党提意见 然后结果变成反右运动 引蛇出洞 现在看来习近平想做的只是延安整风式的这种整风 那么这个做法根本目的 我觉得不是权力斗争 它是为了这个形成对新的个人集权的绝对服从 那么下面我还会讲到 这个它还有其他的目的 比方讲这个一个是要解决拥软的问题 一个是要解决离心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关键 好的 陈伯宏先生 这个当然是权力斗争 而且是在权力斗争的基础上去巩固这个权力 就现在他制造一个声音 就是六中全会前 就是说这个以示呢 就是说是有言在先 或者说以期先声夺人 制造的声音就是要这个整治 实际上这个刚才文谦 各位都讲到那个整风 实际上共产党一成立之后 他就在整风中 但整风所谓的整党风就是整人 最早是江西 所以打AB团 根据那些当事人的回忆 包括一个司马路老人的回忆 说这个整AB团 毛派的红军消灭了对立派的红军十万人 这些十万红军倒在这个血泊之中的时候 在喊马克思在哪里 说非常惨 那时候你死我活的 然后就是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针对高层 是土包子整羊包子 就毛泽东刘少奇这一派土包子 整周恩来王明这一派羊包子 整的结构就是王明震荡出局 而周恩来这个是俯首称臣 在之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建国之后不断的整风 后来这个反右 反右是这个表面上整的是这个 这个针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 但其中很多人都是以前 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 都党内的都是那些所谓的 左派给整成了一个右派 那么后来就不用说文革 全面的整顿 整顿的结果目标越来越高层 那就是针对了刘少奇 把刘少奇为首的从上至下的 这些官僚体系都打了下去 毛泽东用了文革派来巩固他的权力 说连毛泽东尚且如此 那就更不要说习近平了 习近平要巩固他的权力 他从这个地方包围中央 先地方后中央 这个基层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巩固权力 现在进入了高层 进入了攻坚战 那就是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为什么他上任以来 成立了那么多工作小组去运作 就是因为他使唤不动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因为那些人不是他安排的 这就是这个政治制度的悲剧 一个人上来之后 身边的人不是自己任命的 而是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 是一个监视内阁 看守内阁 看守内阁 不 看守内阁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的目标瞄准了高层 我就说 他这个时候就打招呼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要拿一些人来试问 这个时候是学毛泽东 但是我认为也是 王岐山的一个主义 当然这个也可以看出 各派权力斗争进入了最后阶段 攻坚阶段 好 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10月下旬的 这个六中全会 被认为是19大的 这个人事布局的前哨战 那么你认为 这个这次全会的主要的议题 和议程将是什么 尤其是习近平 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才能为明年的这个19大 做好铺垫 您的看法是什么 六中全会的 这个台面上的议题呢 就两个 那么总的议题就是重言之党 具体要通过党内生活准则 政治生活准则 和这个党内这个监督条例 但实际上呢 还是一个党内各派 围绕着19大的这个人事布局 这么一个角量 这么一个交易 这么一个台面下的 这么一个互相摸底博弈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我看起来 现在到这个六中全会呢 那已经是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呢 局面仍然混沌 这说明了党内各派的意见分歧 相持不下 习近平呢 我认为是这样子啊 刚才提到习近平大权在握 我认为呢 习近平大权在握呢 有七分是实情 三分呢 是媒体的这个吹捧 实际上呢 习近平在中央的掌控力啊 远比毛泽东 邓小平时代 所谓一言九鼎 独断千刚 远没有到那个这一步 他必须要那个协商 他现在是对呢 省部一级 有绝对的掌控权 但是对政治局 对政治局常委 这是江湖两代经营 十年以后的这么一个 十几年 二十年 这么一个结果 他一失办法 没有办法 来改变这个局面 他只好的话呢 接受这么一个现状 做出某些那个增补 所以的话呢 他现在这目前的 这个六中全会呢 我看的话呢 他呢 现在是必须要做出 某些那个让步 而不是说 他一个人就可以 完全有自己的意愿 完全主导这个什么 我看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 好的 杨建丁先生 正因为习近平 不能像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 一言九鼎 所以他要不断地 进行整风 震慑 因为他现在 毕竟是老大 而且如果说 他不能掌握 全部的权力的话 那其他人 离这个全部权力 就更远 所以呢 他只有用震慑 要造成一个绝对权威 所以我觉得 十六大 是在为十九 不 是 六中全会 是在为十九大布局 但是 不是具体的人事布局 是造成一种 这个气氛 就是说你必须服从 然后你不服从的话 我手中有 有这个整风和反腐的两张这个大斧子 两个大斧子 随时可以砍你 造成这么一个局势 是这个六中全会的主要目的 我们来看习近平 他实际上这是他的第一届 第一届还没有做完 在这之前 他是个王储 王储的时候 我们以前讨论过 非常的小心 什么都不敢动 因此他没有办法培植自己的这个羽翼 对 那没办法培植党羽 所以他的亲信 基本上在他第一届的时候 任职都不高 所以在第二届的时候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 在第二届的时候 他必须全面掌控 全面掌控了 他就把他自己的亲信 要运在必须在的位置上 这时候就要大动单搁 所以呢 在这个六中全会上 先形成一个气氛 就是说 我手中有大腹 说砍你就砍你 你要注意 第二点呢 就在剩下的时间里 就开始这个最高层的布局了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 还在于是不是涉亡储 对 好的 程晓农先生 您刚才提到 您觉得这个整党治党的这个目的 还主要不是权斗 而是整顿党内的这个风气 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们须须的谈这个权力斗争呢 似乎永远存在 只要有一个人被下课 那就是权力斗争 但是要具体来说的话 中共现在高层 政治局和常委里头 已经不构成任何和习近平 这个势均力敌 相互抗衡的派系 有的只是一些个心里面的别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要整治的 其实他把常委 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各一块都当整治官场 整什么呢 两条 第一条叫庸软 庸软就是带政 不合作 不努力 这就是习近平无法容忍的 再一个就是所谓的离心 离心呢 就是对习近平现在要集权 要反腐败 有种种复飞 虽然台面上不敢讲 心里一肚子憋 憋了一肚子火 他现在讲的所谓团结 并不是说 这个高层要团结 党内要团结 并不是说 这个现在党内派系重重 互相争斗并不存在这样的争斗和派系 而是说官场个人都在各自的打小算盘 而是所谓的党国前途与命运与不顾 所以他现在整治官场 整顿官场 就是以整党治党为名义 真正目标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 他对19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选的安排 从这个整党治党过程当中 他才会发现 这个究竟谁他可以将来信用 因为习近平其实没有多少私人 也没有门户 他不可能在短短这段时间里头 靠别人嘴上像李宏忠那样 说上几句漂亮话 他就把它当亲信党语了 他还需要去考察 所以现在解决庸软 解决廉政 解决这个和这个离心 其实是他的两个真正目标 但是这两个目标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好的 好 陈伯宏先生听您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前 有八个字 叫无帮无派瞒天过海 这是他这个顺利接班的这么一个诀窍 这个不能形成派系 否则政治老人会对他产生疑心 所以江派也可以对他放心 团派也对他放心 就胡和江都对他放心 但是上任之后 他这一招就出现了有利有弊 有利的话就是让他在别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就接任了 但是弊端就在于上任之后突然发现没有自己的人马 在高层只有两个 王岐山和栗战书 那么中下层完全没有自己的人 我们看到这次基层的地方大远的变化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 是文革以来变化最快的一次 仅仅在今年九个月 这个头九个月就有涉及到28个省市的一把手的一个调换 到目前为止只有六个省市 没有发生变化 还暂时没有发生变化 比如说北京 上海 广东 广西 重庆 黑龙江 暂时没有发生一把手的变化 其他几乎一把手都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是这三年多来 习近平 王岐山以打腐为名 以反腐为名所进行的一个非常有水平的权力斗争 这个眼花缭乱就是一方面让习家军全面上位 再一个让忠于习近平的人上位 像李鸿忠这些尽管是奸济之徒 惨媚之徒等等 所以这构成了一个在地方上 的确就对习近平没有构成威胁 那么在地方上 刚才小龙的说法成立 对习近平没有构成时间威胁 但是真正的威胁仍然在上层 因为上层他们仍然有发言权 过去所设定的集体领导制 常委制 按照胡安刚 就是周永康和江志明的亲信 胡安刚的说法 九常委就是九总统 西常委七总统 九个太阳 那么各自为政 各管一同 所以刚才那个建立提到胡锦涛不折腾 原因是胡锦涛无赖 被迫不折腾 因为他一看周围都不是自己的人 军委被别人控制 政法委别人控制 政治局常委里面将计占多数 自己根本无法施展 最后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叫不折腾 叫和谐 他不是党外和谐 而是党内和谐 好 高文贤 我们知道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 省级官员很多的提拔和调换 我们知道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从目前官员的任命和调动来看 对于习近平个人的忠诚成为了习近平提拔官员的重要的指标 他们很多人提到的例子 当然包括大家提到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还有从西藏调往新疆的陈全国 还有最近空降中央电视台 担任台长的景俊海等等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这些人都各自用自己的什么方式 来体现了自己的对于习近平的忠诚和政治上的可靠性 反映了习近平的什么样的用人特色 听听您的分析 习近平呢 我前次也说过 习近平呢是五大狼开店 那么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著名的人民日报的漫画家方程呢 有一个漫画 就是五大狼开店 这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邂逅语 叫做高的不要 就是比五大狼是个小搓把子 比五大狼高的他一概不要 都是要选比五大狼更矮的 那么实际上习近平用人之道呢 我看呢 就是用人为忠 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辈 靠这个揣摩上意 投其所好来上位 一个是李鸿忠 李鸿忠呢 他是各省市第一把手里面 第一个喊出拥护习核心的 再有呢 就是这个陈全国 也是去今年两会的时候 带着这个习近平纪念章 他在西藏 带着这个西藏代表团 是带着习近平的纪念章 进入会场 再有就是说 现在新任的这个央视的这个台长 井某人 他的话呢 那更是会揣摩心意 他利用他在陕西的这么一个机会 给这个习仲勋的这个父亲 不是 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的这个修他这个陵墓 比原来扩大了十几倍 可以说跟这个帝王的这个陵墓 这个相比 我是这样想啊 这个如果习仲勋真是地下有知的话 一定会骂这个习近平这个混小子 坏了他一世清零 好 杨洁丁先生 对 这个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局面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要把自己的亲信中 基本上是级别不高的 要往这个级别高的位置上去送 另外一个就是前朝老臣对他的限制 现在这个十九大以后 基本上前朝的老臣基本上就退掉了 所以他现在非常清楚的目标 就是在十九大以后 他要全面的掌控 那从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每个人的目标还都比较清楚 你比如说这个没有入长的想入长 没有想入局的想入局 没有入中央委员的想入中央委员 这个省长想做省委书记 现在的就是习近平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仍然不能十分看清 就是说你要的权力干什么 你当然要集权 问题就是说你集权干什么 这就是说所谓的习近平的底牌是什么 大家都在竞猜 现在还没有这个猜出来 还没有这个给大家显现出来 所以说呢 我觉得十九大的整个布局 习近平呢要造成 就是说我掌控全局 然后呢 能够看出他未来是不是在第二届以后 还要继续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十九大上 有没有一个王储会立起来 我认为这是还是核心中的核心 因为专制政府 它的核心的难点就在于权力继承 如果看不出来谁是接班人的时候 这个政局就要围绕着接班人这件事情 产生激烈的政治斗争 好 程晓东先生刚才几位都提到 就是地方大员最近频繁更换 半壁江山已经换人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习近平在多大程度上 巩固了对地方的控制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省市一把手的任命 往往为后面 刚才建立提到中央政治局 这个人事安排 也是打下一个基础 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 涌入这个中央政治局的 这些新一批的这个领导人 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们观察最近这一大波 这个省部级官员的评调 我把它归档起来 有这八个字 叫做平调为主 您缺务务 所谓平调呢 就绝大部分的 这个现在最近调动的官员 基本上是横向调动 异地调动 然后呢 这个顶多是负职升正职 宁缺务务 就是现在中国 中国各个省部级官员 这个位置上 副省长 省委副书记等等 现在的缺位 还有二十几个 习近平现在 他宁肯是不要用错人 而把这位置空在那儿 这不是说明他对地方当局已经控制很好了 而是说他还在观察 而现在这个整顿官场 就是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看 通过整治官场 能不能够显现出来 有些人他可以用 可以信任 换句话讲 他原来没有多少可以信任的人 这整个官场都 他看在眼里都差不多 好的 都是一样的慵软 那么我再想说一点 就是实际上 中共官场上表面文章 服从中央 服从最高领导 这个做法谁都会做 但问题在于 在省部级以下 习近平实际上是管不到的 他是一种庇护者 被庇护者的关系 就是中南海太远 然后上司太近 所以中基层的官员 他过去只是巴结上司 然后北京就管不着他了 现在习近平想整顿官场 想改变这个慵软状态 其实他是做不到的 因为要改变这种慵软状态 只有一种方法 那就老毛的延安整风方法 那是要必须做到 发动95% 党内大批判批判5% 然后造成人人自危 现在这个气氛已经过去了 正历史条件变了 玩不成第二变 好的 陈伯工先生 这个玩不成延安整风 换一个方式玩就行了 21世纪有21世纪的玩法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 刚才我提到这个 这个王谦说一句话 就是这个 有一个景俊海 在陕西大修陵墓 给这个习仲勋 这个陵园修到了什么地步呢 是这个明太祖朱元璋的 陵墓的四倍 是这个孙中山 这个中山林的九倍 这个事情我在想 是不是习近平想称帝 当然称帝可以打个引号 倒不是说他古代的那种称帝法 也就是说 这个要一言九鼎 要把建立至高权威 这个称帝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的人要称帝啊 他往往要追认他的父亲 他父亲可能什么都不是 像刘邦上来这个小混混 他的父亲可能什么都不是 结果追认为这个汉 汉的这个高祖 或者他自己叫汉高祖 那他父亲叫什么 太祖这一类的 后来的皇帝都是这样 就要把前朝啊 这个林月拿的扩建 所以习仲勋确实 地下有之肯定不会同意 但是习近平默认了这件事情啊 就说明啊 这个有称帝的这么一个潜意识 那就是这个红色皇帝的这么一个诞生 所以回头来说呢 现在的权力都在发展什么地步呢 就是最近习近平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大鹏特鹏胡锦涛文选 我们都知道胡锦涛就是一个汉县帝 是个阿斗 他的文选没什么价值 都是秘书给他写的 但是为什么大鹏特鹏呢 这又是个古老的战术 他叫尊胡贬江 他并不是真抬胡锦涛 他真摧崇胡锦涛 而是抬胡锦涛的贬低江志明 古代的战术就这样 这样北宋是一个王安市 一个司马光之争 这个变法和不变法 这个后人呢 这两个人就是 如果是效法王安市的人 就贬司马光 效法司马光的人就贬王安市 真一派贬一派 他就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进入了这么个阶段 习近平亮了一个牌 就是政治老人中 我跟胡温是这个同谋 跟江泽民是死敌 所以江泽民的消息一律封杀 但是胡温的消息让他出笼 所以这个都是 一切都是为六中全会 为十九大造势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时间很短 我请各位简短的评论 好的 高风景对不起 我刚才打断您了 听讲 我觉得呢 破空讲的这个呢 好像是这个 就是他这个习近平 到这个胡锦涛 那个文选去捧场 好像是要尊胡贬江 我的解读呢 不是这样子 因为的话呢 现在他这个十九大的 这个人事安排 江派年龄已经自然到了 自然就出了局了 现在他的蓝路虎 最大的蓝路虎是团派 所以他这个动作 不断上台以后 就围剿团派 那么胡锦涛呢 实际上是团派的 这个总领主吧 所以他心里面 当然不好受 现在这个事情呢 那已经是做到了的话呢 有可能让江派 跟团派联手的 这么一个地步 因此的话呢 这个习近平啊 不得不去让 不得不到的胡锦涛 那个文选 那个胡锦涛文选 大家都可以想到 那里面都是什么 人家应该说 叫胡锦涛秘书文选 给这个东西来捧场 就是怕江湖两派联手 这是习近平最大的噩梦 好的 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请大家简短一些 就是我们知道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那么中共内部 现在的讨论 在六中全会期间 要求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公布他们的财产 杨建立先生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 这个党的是实际上 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负资产 现在习近平背着这个负资产 他要整风 我们不排除他有这个善意 就是想把这个党的这个风气 整得好一点 但是这个党是整不了的 他全面整党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我有个比喻 我说邓小平时期 是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呢 他是背着石头过河 你想他还有什么好的结局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没有法治 这个政治斗争 权力斗争 随时遏制化 所以围绕着权力的斗争 随时都有可能戏剧性的变化 所以六中全会以后 到十九大之前 还有很多变局 对 好 陈小龙先生 您觉得公布财产的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中央委员 我也认为可能性很小 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 习近平可以使用的 达姆克里斯之剑 悬在头上才有用 落下来就不灵了 为什么呢 一落下来 不管他是在党内 中央委员内公开 还是在社会上公开 都有很严重的负面效应 只要他把这个 建权在空中 很多想折腾 想要对习近平 表示不顺从的人 就有所祭谈 因此习近平 集权的目的就可以达到 好 最后是陈伯宫先生 对 的确是可能性很小 因为这是由政治制度 和用人制度造成的 因为这个政治制度 是个一党专政 是独裁 那么他反腐是选择性反腐 是为权力斗争服务 按道理的这种 真反腐 假反腐的 四斤石就是公布官员的财产 你公布了是真反腐 不公布是假反腐 另外 用人制度 因为习近平现在 给予用人 他已经说了 这个腐败并不是关键的 政治立场才是关键的 他用的人里面 也有腐败分子 如果你真把官员财产公布了 搞不好他连那个提拔 他的人都不方便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从应该到能够 有个艰难的过程 就应该公布官员财产 但什么时候能够呢 还是一个问题 那还是有待于 中国政治制度 发生根本变革之后 高文贴先生 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就说呢 这完全是忽悠 如果要公布官员财产的话 首先习近平 要公布姐夫的财产 王岐山的话呢 要公布他妻子姚明山 在美国买豪宅的这个传闻 他们这两个事情 不说清楚的话 其他都是白当 好的 观众朋友 有关习近平的从严治党 意味着什么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香港亲中媒体 连续炮轰张德江 意味着什么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不能停 因为什么 这都是他手中的武器 他实际上不急于开会 他这个六中全会 解决不解决 实际上对习近平 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什么呢 独裁者是不爱开会的 大家集中在一起 反而可以商量出 可以合谋 他自己只要 手中有运动的大棒 反腐 整风 他随时可以解决拦路的人 所以这个毛泽东就这么做了 所以习近平在学这一套 所以他十九大的布局 在进行 但是还没有定局 对习近平来讲 应该是不最着急的一波 好的 程翔弘先生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历史上 有两种整风 两种整风 刚才高文谦和杨建立都谈到了 延安整风是针对党内的 习近平这一次 他想做的整风和延安整风类似 那就是在党内 特别是中央委员 这个高层这个范围内 进行以整风为名 形成政治压力 然后统一思想 统一言行 形成集权 那么刚才高文谦先生提到的 这个57年在反右之前的 那次整风呢 是在全社会动员老百姓 给党提意见 然后结果变成反右运动 引蛇出洞 现在看来习近平想做的 只是延安整风式的这种整风 那么这个做法根本目的 我觉得不是权力斗争 它是为了 这个形成对新的个人集权的 绝对服从 那么下面我还会讲到 这个它还有其他的目的 比方讲这个 一个是要解决慵软的问题 一个是要解决离心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关键 好的 陈伯宏先生 这个当然是权力斗争 而且是在权力斗争的基础上 去巩固这个权力 就现在他制造一个声音 就是六中全会前 就是说这个以示呢 就是说是有言在先 或者说以期先声夺人 制造的声音就是要这个整治 实际上跟这个刚才文谦 各位都讲到那个整风 实际上共产党一成立之后 它就在整风中 但整风所谓的整党风 就是整人 最早是江西 所以打AB团 根据那些当事人的回忆 包括一个司马路老人的回忆 说这个整AB团 毛派的红军 消灭了对立派的红军 十万人 这些十万红军 倒在这个血迫之中的时候 在喊马克思在哪里 说非常惨 那时候你死我活的 然后就是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针对高层 是土包子整羊包子 就毛泽东刘少奇这一派 土包子整周恩来王明 这一派羊包子 整的结构就是王明震荡出局 而周恩来 这个是俯首称臣 在之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建国之后 不断的整风 后来这个反右 反右是这个表面上整的是 这个这个针对 社会上的知识分子 但其中很多人 都是以前 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 都党内的 都是那些所谓的左派 给整成了个右派 那么后来就不用说 文革全面的整顿 整顿的结果 目标越来越高层 那就是针对了刘少奇 把刘少奇为首的 从上至下的 这些官僚体系都打了下去 毛泽东用了文革派 来巩固他的权力 说连毛泽东尚且如此 那就更不要说习近平了 你不能猜我下一届要干什么 我到底底牌是什么 这个是不能猜的 这叫讲政治 所谓的讲规矩是什么呢 讲规矩就是说 你的忠诚啊 这是最大的忠诚 忠诚不能犯煞 不能这个底下 搞小动作串联 不能搞小团伙 要这个一切行动听指挥 实际上这个讲规矩 它不是一个正规语言 它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语言 这从这里就表 就能够看出来 中国共产党现在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而习近平只说一把这两条提出来 一个呢 他对权力呢 感到这个不放心 那同时另外一个标志 你不得不否认 他现在在强调忠诚的时候 已经说明他现在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 他基本上能够能够基本上掌握个权局 他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一个老大地位 那这样他才开始把忠诚做一个主题给提出来 所以他在这个十九大的布局中 仍然具有最主要的主导权力 好的 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再谈到现在习近平要立的规矩 我们先要回顾一下原来的规矩是什么 以前的集体领导时代呢 过去的这个高层的规矩是各把一摊 各自分肥 然后和光同城 那么现在习近平之所以要讲新的规矩 其实是说 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规矩变了 原来那套不灵了 现在是个人集权时代 个人集权时代那就是很简单 全党听命一人 那么虽然不必要行礼如仪 这个 但是是必须为其马首是瞻的 所以从他反复强调新规矩的角度来看 显然高层的很多人并没有完全适应 或者说他们还在试探 就是说这个新的规矩能不能够有所松动 让他们还有点原来的空间 习近平的这个看样子做出来的姿态很明确 没得商量 就是全党服从一人 好的 程博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六中全会的主题是 人事布局是权力重组 但是为什么却提出就是 重提从年治党 并且要制定相关的条例 修改相关的这个监督的规则 这个原因就是一个掩护 把这个从年治党这个口号 当成一个掩护 因为这里边呢 涉及到剧烈的权力斗争 对这个习近平的对立面来讲 那是最后一波 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六中全会 不管是江派还是团派 如果六中全会上不再一波的话 那就是全面溃败 全面溃逃 那就整个江派和团派 就出局了 从政治局 从这个常委会出局 那么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最后的机会 不会善干罢休 利用他们在政治局和政治常委会 还有发言的机会 还有话语权 要做最后一步 但是对习近平这一派来说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战 尽管习近平在地方上 已经相当的巩固了权力 只剩下上海和北京要调整 那么现在进入中央一级的权力重组 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和王岐山 这一派觉得绝不能够松进 绝不能在最后关头 就是出现一个摇晃 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巩固他的大权 实实在在的 就是实现他第一任期巩固大权 第二任期去展现他的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清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10月7号的 焦领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 是六中全会暗潮汹涌 习近平警告最高层 目的何在 香港亲中媒体大开骂战 中共权斗是否延烧香港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 杨建立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 高文谦先生 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以及普林斯顿 社会学博士 转型问题学者 程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 焦领对话节目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中共政治的最新动态 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 将于10月24到27号取行 会议重点将是从严治党 中共官媒为整党治党造势 纷纷报道习近平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以及各级党委一把手 讲政治守规矩 与此同时 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中共可能要求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在六中全会公布财产 那么六中全会被认为是决定 明年十九大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的前哨战 此时习近平重提从严治党 目的何在 纵观中共历史 整党就是整人 这次整党会整到谁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好我想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 还最近纷纷的报道 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遵守规矩 您认为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先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首先要看这个时间点 现在正是中共十九大人事布局 党内各派角力的一个关键时刻 看来习近平遇到不少的阻力 他重提从严治党 要求政治局和各级党委第一把手 要讲政治守规矩 实际目的是为了他 为他十九大集权排除阻力 所谓这个从严治党 实际上就是给中共官场 这个戴紧箍咒 拧螺丝钉 只许顺从听话 不许说三道四 如果有违反的话 那么就两个条例 伺候 可以说呢 现在无嘴呢 已经成为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新常态 那么不仅无老百姓的嘴 而且还无这个 中共党内高层的 党内高层的嘴 习近平提出那四个全面 我看呢 只有一个全面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全面无嘴的时代 习近平 这是习近平执政 习近平时代留在历史上的一个标记 好的 听听杨坚丽先生的看法 对 我非常同意这个高文谦先生所讲的 现在这个所谓的整党整风 提出来讲政治讲规矩 讲政治是什么呢 在习近平眼里讲政治 就是你不要讲政治 不要讲我讲的政治以外的政治 对 要和调子一致 而且不能妄议中央 不能妄议中央的时候 你不能猜我要干什么 习近平要巩固他的权力 他从这个地方包围中央 先地方后中央 这个基层 这个巩固权力 现在进入了高层 进入了攻坚战 那就是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为什么他上任以来 成立了那么多工作小组去运作 就是因为他使唤不动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因为那些人不是他安排的 这就是这个政治制度的悲剧 一个人上来之后 身边的人不是自己任命的 而是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 是一个监视内阁 看守内阁 看守内阁 不 看守内阁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的目标瞄准了高层 我就说 他这个时候就打招呼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要拿一席人来试问 这个时候是学毛泽东 但是我认为也是 王岐山的一个主义 但这个也可以看守 各派权力斗争 进入了最后阶段 攻坚阶段 好 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10月下旬的 这个六中全会 被认为是19大的 这个人事布局的前哨战 那么你认为 这个这次全会的 主要的议题和议程将是什么 尤其是习近平 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才能为明年的这个19大 做好铺垫 您的看法是什么 六中全会的 这个台面上的议题呢 就两个 那么总的议题就是 从严治党 具体呢要通过 党内生活准则 政治生活准则 和这个党内这个监督条例 但实际上呢 还是一个党内各派 围绕着19大的人事布局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脚量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交易 这么一个 台面下的 这么一个 互相摸底 博弈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我看起来 现在到这个六中全会呢 那已经是 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呢 局面仍然混沌 这说明呢 党内各派的意见分歧 相持不下 习近平呢 我认为是这样子 刚才提到习近平大权在握 我认为呢 习近平大权在握呢 有七分是实情 三分呢 是媒体的这个吹捧 实际上呢 习近平在中央的掌控力啊 远比毛泽东 邓小平时代 所谓一言九鼎 独断千刚 远没有到那个这一步 他必须要那个协商 他现在是对呢 省部一级 有绝对的掌控权 但是对政治局 对政治局常委 这是江湖两代经营十年以后的 这么一个十几年 二十年 这么一个结果 他一失办法 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局面 他只好的话呢 接受这么一个现状 做出某些那个增补 所以的话呢 他现在在目前的这个 这个六中全会呢 我看的话呢 他呢 现在是必须要做出某些的让步 而不是说 他一个人就可以 完全自己的意愿 完全主导这个什么 我看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 好的 杨建丁先生 正因为习近平不能像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一言九鼎 所以他要不断地进行整风 震慑 因为他现在毕竟是老大 而且如果说他不能掌握 全部的权力的话 那其他人离这个全部权力就更远 所以呢 他只有用震慑 要造成一个绝对权威 所以我觉得是 这个政治理念的这么一个基础 所以说两方在这里激烈角逐 那么习近平发出的信号就是 直接叫板最高层 就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如果说不听使唤 如果要乱说乱动的话 可能拿条例试问 也就是说有可能 拿一两个政治局委员 或者政治局常委来开刀 以整设党内 好的 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看看中共的历史 中共历来这个整风整党 其实都是整人的这个代名词 往往是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权斗的工具 那么请以跟我们介绍 因为您的党史方面的这个经验 给我们介绍一下过去的例子 而且尤其是让我感到好奇 就是外界普遍都认为 习近平刚才杨建立先生也提到 已经是大权在握 那么他的这一波新的这个整党治党 到底谁可能是整治的对象 先听听您的分析 整风呢 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 那么最著名的这个延安整风呢 就是整王明 整伯谷 整周恩来 最后确立毛在党内的 这个绝对权威的这么一个地位 那么整风后来呢 就是成为的话呢 中国政治的这么一个常态了 大大小小的整风 不计其数 那么 那么讲比较大的吧 就是这个 在整风的名义下 在50年代 打了50万右派 那么在文革中呢 又有批尘整风 批临整风 那么文革结束以后呢 这个中共当时曾经宣布 我记得是胡耀邦 曾经宣布 中共今后永远也不搞运动 不再整人 但是呢 实际上是陋席不改 在邓小平时代呢 就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反自由化运动 虽然没有冠以整风 但是实际上跟整风 整人的性质 那是一样的 六四镇压后呢 又有这个 这个就是 党员重新登记清查运动 那么具体说呢 习近平这次整风 他要整谁 我看就两条 第一条谁挡路 第二条 谁不听话 谁在那妄议中央 说三道四 乱说乱动 就整谁 好 杨洁理先生 对 胡锦涛时代 有一个著名的话 叫不折腾 这胡锦涛自己讲出来的 那这体现了 胡锦涛当时的这个思路和思想 就是说他要和谐 他能够 他没有什么大野心 他只要安全 平安下课就可以了 所以有人说 他是击骨传花 他这个 他希望一个不要折腾 但是到了习近平以后 我们发现 恰恰就相反 天天在折腾 这个折腾和不折腾的区别 在于什么呢 不折腾的人 他没有野心 折腾的人他有野心 他那个 胡锦涛给他留下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是一个寡头政治的 党内权力的碎片化 所以他现在 习近平可以 现在正在努力地 想解决个碎片化 然后一人这个独尊 树立他的这个绝对权威 所以他要折腾 这个折腾是对他来讲 是有用的 因为叫运动 这个运动 他现在已经理解了 运动的妙用 比如说反腐 反腐不能停 永远 现在整风 整风也不能停 争取 整风 整风